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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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Robert 張簡長倫 我是一個攝影師 也是視覺藝術創作的愛好者 我接觸攝影 將近十年的時間 目前累積有十多次的展覽經驗 講過二十場以上的教學演講 我的創作 曾經拿下美國IPA 法國PS3的攝影獎 總共超過二十個獎項 一開始 我也不太了解自己拍照的風格是什麼 陸續有人說我拍的照片很像電影 我才漸漸對電影感這個詞感到好奇 這幾年我開始分析 是什麼元素造成電影感的形成 研究出一套系統 大概可以分為 色調 光線 時間 空間 情感 五個部分下去討論 隨著系統的完成度越高 電影感通常就越強 五個部分中 色調 算是大眾最容易感受到的元素 因此 我才將色彩作為學習攝影創作的入門課 課程會分成四段 第一個階段 是攝影創作的觀念與色彩的基礎知識 例如 什麼是攝像 彩度 色調 什麼是忠實色 以及記憶色 第二個階段 是來探討電影色調為什麼迷人呢 它背後的心理學意涵是什麼 以及這些知識如何被運用在影像創作上 第三個階段 我會帶著各位學習Photoshop裡面的幾種重要色彩工具 像是曲線 色調分離等 第四個階段 我們要來進行創作練習 我會用幾種不同的風格 引導同學們用Photoshop來進行後製調光調色 沒有專業相機的同學沒關係 我將會提供自己拍攝的roll檔 來給各位做練習 如果你習慣用手機拍照修圖 課程中也會有一整個單元 再教大家直接用手機裡的Lightroom ViscoCam等APP 後製出電影劇照般的圖像 這堂課適合的對象有 1. 入門初學的攝影愛好者 2. 想要用色調來建立風格的攝影創作者 3. 任何對色彩以及攝影創作有興趣的人 完成這堂課之後 你可以得到 1. 基礎的色彩知識 2. 學會數位暗房的調色技巧 3. 製作出具有電影感色調的平面影像 想知道你的創作 該如何從色彩作為起點 持續進步 那麼我們就上課見囉 3. 製作出具有電影感色 3. 製作出具有電影感色